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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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陶冶的工作 我们 做的 工作 除了 自己做欣赏之外 我们还常常 带着朋友 到各地去 赏鸟 介绍 台湾的鸟类 民国八十年 我奉派到 蓝宇地区服务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 逐步的 开始做鸟类的 研究 在蓝宇 三年 当中 我们认识了 蓝宇岛上 几乎 看得到的鸟类 民国八十三年 从蓝宇 就钓为本岛的 成功证的博爱国小 因为博爱国小 也靠山 也靠海 是一个很好的 研究生态的一个地点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我们就做 一系列的 有系统的 一个研究 刚开始就用最简单的相机 来拍摄一些鸟类 在参加鸟会之后 几位前辈呢 就开始推展 数位相机 跟单头望远镜的结合 在参加鸟会之后 我们都知道 鸟类的工作 除了赏鸟之外 还有研究 还有保育 我们也希望 今后 能够继续的从事 鸟类的推展 以及保育 也更希望 我们所有爱好鸟类的朋友们 一起来 参加我们大自然 给予的饗宴 我也希望 能够借这个机会 把我们太原盆地的 生态礼物呢 能够推展出去 这是我们最希望 达到的一个目标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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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